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重点叫做打点计时器 它是一个实验装置 然后呢可以问一些问题 打点计时器的装置长这样 中间就叫打点计时器 它会有一个电动装置马达 这样的东西会这样敲敲敲敲敲 就打点 然后我会垫一张附鞋子 然后你就会在纸上面留下你的痕迹 所以有一个附鞋子底下有一张纸 然后我让这个纸会运动 然后呢就会留下一些痕迹 然后留到痕迹 我就从这痕迹中问你一些问题 等一下会讲到 没有讲到 好就像这样子一个打点计时器 你会打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 然后根据这个点点的样子 就可以问一些问题 如果加上一些数字 就可以问另外一些问题 来 如果我告诉你打点计时器 每秒打20个点 就表示点跟点的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20分之一秒 这个是打点计时器的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就是打点计时器的两个点的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不管这两个点的距离是比较近还是比较远 它的时间间隔是相同 我们未来考试题目的时候有人画的表格 它通常也都是时间间隔一样 也就是说它就是打点计时器所量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打点计时器当作计时工具 一个间隔二十分之一秒 我有四个间隔就是二十分之四秒 这样就算出来了 OK 然后我们刚才讲过打了一些点点 那点点它分布的状态 一种就是我纯粹看分布的状态 问你说它做了什么样子的运动 做了什么样子的运动 另外一种是如果我给了你一些数字 我从数字当中你可以请你做一些计算 做一些计算 它快慢有多少 那等到未来有加速度的时候 还可以问什么加速度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给数字可以做计算 不然就单纯的光看那个长相 我就可以问一些问题 说它做什么运动 像这样 有一个问题是你要注意 这个纸带是向左边拉还是向右边拉 这样你才知道谁是第一个点 谁是第二个点 你才会看得出来它是会 间隔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现在我给各位的是向左边拉 那如果你打了半天 都只有这一个点是什么意思 打在同个地方 所以纸带做什么运动 很好 大声一点没关系 只要就是不动嘛 静止 那如果你打出来点长成像这样 代表你做什么运动 我们讲过第一个第一个是说点跟点的时间间隔怎样 一样嘛 那图上面点跟点的间隔都怎样 一样 就代表它在相同的时间走过相同的距离 那表它做什么运动 等速度运动 等速度运动 那如果长这样呢 那这个显然不是等速度嘛 那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 我刚刚跟你讲你要注意谁是第一个点 我向左边拉 那左边是第一个点还是右边是第一个点 左边是第一个点 所以最左边第一个点右边是后面的点 所以这个图形上显示它的间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小 越来越大 那表示什么意思 速度越来越 速度越来越慢吗 间隔越来越大 代表速度越来越 慢还是快 快 应该越来越快 对不对 速度越来越快 就是表示有加速度的意思 所以以后就说有加速度的意思 那如果变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 间隔越来越小嘛 表示什么意思 速度就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这是第一种我们的问题 就是我也不要做计算 我就把它的打出来的点点给你看 然后你就告诉我他做什么运动 或者是会有两个点点 两条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比较 等一下有题目 可以做一些比较 这就是我们的跟各位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打点计时器 以及他打出来的点点 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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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